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丈母娘与家婿之间到底会发生什么样曲折离奇的故事呢?我们拭目以待 一 王源外的三位千金 各个不一样 明朝家境年间 京郊有位王源外 富甲一方 更让人羡慕的是有三位如花似玉的女儿 目前都戴自归忠 王源外的三位千金 按照大小分别取名为如梦 如烟 如月 王源外有钱 三千金貌美如花 所以城中的年轻人 个个都想成为其成龙快婿 为人父母着 谁人不希望女儿将来有个好的归宿 在古代 一是婚姻不能自主 全凭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二是讲求的是门当户对 大女儿如梦之书打理 稳重贤惠 不久后嫁到了一个官宦人家 兼茶御史家的公子 很是让人羡慕 二女儿如烟 从小颇通人情事故 喜欢算术 常常帮父亲打理生意 后来嫁给了一位富商财主 也是个好归宿 只有三女儿如月 从小古灵精怪 有点像我们常说的 人小鬼大 多数时候默不作声 一旦开口 常有惊人之语 三女儿如月 爱好诗词歌父 很有自己的主见 但是 王源外最愁的 也是三女儿的婚事 按理说 求亲之人踏破门槛 但是如月小姐就是不答应 王源外是个开明的人 虽说能强行做主 但她还是想照顾女儿的意愿 后来谈开了 三女儿如月 提出了抛袖求招亲 虽说抛袖求招亲非常规的做法 但是 再古代也不算离谱 王源外思索再三 也就答应了 其实 之所以选择抛袖求招亲的方法 如月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虽说抛袖求招亲 比媒朔之言更加不靠谱 媒朔之言 虽然也看不出未来的夫君投原投扁 好歹 还是讲求门当户队 抛袖求就不一样了 更加不靠谱 袖求无眼 谁接到袖求 全凭运气 但是 三女儿如月想的不一样 袖求虽不长眼 但抛袖求的人有一双慧眼 关键是 如何识别来抢袖求的人 如月小姐聪慧的地方 在抛袖求之前 按加一道对联试探筛选把关 来筛查来人的学识 至于来人长相嘛 在抛袖求之前 自有贴身丫鬟春梅来观察通报 这样一来 不甚靠谱的抛袖求招亲 便被安排得合情合理 滴水不漏 二 三女儿如月的婚事 抛袖求招亲 抛袖求招亲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这在当地是一件热点大事 当日是人山人海 好不热闹 然而 观看热闹者众 能进个秀楼前的人却不多 这是因为 进了园外府的大门之后 到秀楼前还有一座小门 自有管家和丫鬟春梅来把关 春梅早已得到如月小姐的安排 每位进门之人都需要过队连关 如月小姐出的上连事 望眉止渴 这是一个四字成雨连 看似简单 其实那有乾坤 望眉止渴出 是说心语 假诀 三国时曹操用来激励口渴战士行军的故事 夏连自然也要是四字成雨 也要用点 顽固子弟 凶无点墨之人 自然是知难而退 也有少量能应答之人 虽能对上 但对得并不巧妙 也能进的小门 来到秀楼前 应答的夏连都被送到如月小姐手中 如月小姐一直不是满意 她在等一副嘉连 更进一步说 她在等一位心灵相通的一中人 城中有位叫李浩然的穷酸书生 与寡母相依为命 但是她读书刻苦 很有天分 学问不俗 当日 看书看得乏了 听同窗说起王冤外加三小姐抛袖球招亲的事 便偷得扶生半日闲 出门来看看热闹 当丫鬟春梅爆出上连 平日饱读诗书 对三国典故了如指掌的李浩然 很快提笔写出夏连 夏连被展现在如月小姐面前时 小姐一眼就被四个囚禁有力的大字折服了 再看夏连内容 画饼冲击 如月不禁脱口说妙 画饼冲击出自三国志 魏书 如玉传 同样是四字成语 也是利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或别人 可以说对得工整而巧妙 如月小姐很是满意书生的才华 内心已多有偏颇 但仔细一想 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 草率不得 若是书生从别处见过夏连 也未可知 于是 聪慧的如月小姐决定再加世一连 这个上连 比上次的更难 上连为 三五夜月朗风轻 与青铜梦 三五乃十五月圆之夜 有团圆之意 与青铜梦 字不代言 相信大家都明白 是想找到心中的知己 李浩然虽然目前只是一个穷书生 但是大丈夫虽穷不坠青云之志 她思索片刻 想到庄子逍遥游中 大鹏展翅 直飞九万里 有了 李浩然保战农墨 夏连一挥而就 九万里天空海阔 容我双飞 这个夏连对的既工整 也表明了自己的志向 也对颇有才华的小姐 表达出了爱慕之情 三小姐迫不及待地展开夏连 先很是佩服书生的才华 读到后面的容我双飞时 更是红霞满脸飞 后又从丫鬟春眉处了解到 书生李浩然风流倜傥 气语不凡时 便更加从内心认定她了 所以 最后当日看似公平的抛袖球招青 其实小姐早已放心暗许 在丫鬟春眉的指向下 将绣球抛给了稍显寒酸的书生李浩然 就这样 穷书生李浩然成了王元外的成龙快婿 很多人都羡慕她命好 李浩然也觉得就像做梦一样 只有如月小姐和丫鬟春眉知道 是李公子的才华帮助了她自己 三女儿如月终于选得满意夫君 王元外自是为女儿高兴 只有 元外之妻李是很不满意 因为李家太穷了 但是如今木已成舟 她也无计可施 三 寒酸书生见丈母娘 巧过刁难关 一天 三女婿李浩然前来拜王岳父和岳母 岳母端来一杯茶 放在她面前 就退到内室去了 李浩然揭开茶盖一看 见识一杯白开水 就轻轻将茶盖盖上 探道 涂有好清水 可惜无余虾 在那是屏风后 偷听动静的岳母闻言 这才另送一杯龙锦茶 摆上几碟果点 吃午饭时 岳母又故意为难书生 只给她面前摆了一只竹筷 却端起背来劝酒 三女婿李浩然只是笑 不动手 赢道 独角龙能飞 独木桥难行 岳母这才点头 另取了一副象牙筷子 摆到书生面前 午饭后 岳母拿出文房四宝 要书生以山 竹 梅 月四字为演 当场做一首五言绝句 李浩然不假思索 提笔一挥而就 云碧山秀丽 风尽竹平安 诗心梅得边 晴晴月下淡 书生一走 王元外笑着问老伴 怎么样 这下 你该服气了吧 李氏点了点头 随即又摇了摇头 不行 等端午节是三个女婿到齐了 再比试一番 看他们三个谁更胜一筹 端午节那天 三个女儿和三位女婿 果然都来给岳父岳母拜劫来了 和家团聚 好不热闹 一家围坐桌前 岳母提出 让三个女婿连时对聚 以助九姓 大女婿和二女婿相互挤眉弄眼 存心要给书生出点难题 大女婿站起来 指着墙上挂的一幅孔圣人图 和一幅官公相 迎出一句上帘 孔夫子 官夫子 两位夫子 接着故作谦虚地说 财书学浅 请小姨夫指点 并对出下帘 书生文具 脱口集对 写春秋 演春秋 一步春秋 岳父王元外文队 高兴地喝彩道 庙 对得庙极了 二女婿站起来 指着门前不远处河边的龙王庙 又出上帘道 朝朝朝朝朝朝英 书生一听 即刻明白了上帘的含义 是说 天天 朝朝 来朝拜 第二天 朝 都能应念 他望着滔滔不绝的河水 立即应对 长长长长长长长流 好倔 书生讲的是和 着实耐人寻味 别有情趣 知书史里的岳母 也禁不住脱口赞美起来 书生对连队的工整心硬 特别是话说的令人舒畅 从此 岳母和岳父一样 也对她另眼相待了 故事到此已经结束 三位女婿之间针缝相对的故事 以后还在上演 故事中选择家序的方法 有媒妁之言选序 有抛秀球招亲选序 有被动的方法 有主动的主意 有人讲的是门当户对 衣食无忧 有人讲的是心灵相通 自主选择 孰优孰劣 读故事的你们 又是怎么想的呢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